这瓶狂烟水已经饱了 12月26日嘛 最近凌晨的时候 我们就和朋友去吃那个烤鱼 因为以前经常过去嘛 然后到店之后 那个服务员就让我们看着撑鱼嘛 因为经常去就说 相信他就让他自己撑嘛 然后撑好之后 他还是一再的要求我们去看 后来我才发现可能是因为 他怕我们到时候烤鱼上桌之后 我们发现金属不对 然后他说你看着撑的 我就去看了 我就感觉那个鱼可能只有三斤左右吧 我问他这个有五斤四年 然后他说有五斤四年 然后我就上手颠了一颠 确实就只有三斤左右 然后我就再问他一遍 真的有五斤四年 然后他说很确定有五斤四年 然后我就去到店里面 拿了一瓶空泳水嘛 是500毫升的那种 然后一上层就是一斤八两 相当于说我要花差不多两斤的钱 才能吃到一斤条鱼嘛 真的就说算了 我不吃了 他当时是很理直气壮 说不吃就算了 去别要吃 我就感觉他自己做亏心事 还这么理直气壮 店家到现在也没有做出回应 也没有联系我了 这瓶空泳水已经把你了 看